UFC 247将与美国德克萨斯州丰田中心 修士顿火箭队主场开打 快速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本周六这场五回合冠军战的看点 超级新人Rails 生涯战绩12战全胜 来到UFC六胜0败 其中五场都是第一回合就终极了对手 强大的拳推组合 即便对手防御 耐力到甚至可以穿透破防KO 曾经有一位选手在比赛中向他挑衅 结果下一秒直接一脚进入梦乡不行人事 也许这位选手根本不知道自己睡着 在梦里面是摇完头后然后继续比赛 打完醒来后才发现 原来比赛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上一战对one man 1分43秒就拿下了比赛 在UFC也有降服记录 同样也是第一回合 战力地板都可以 75%的终结率 目前还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 本周六就是Rails在UFC生涯首次的五回合冠军战 而他的对手John Jones UFC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史上冠军战胜场数最多的男人 十度未免冠冠军腰带 冠军赛胜率100% MMA界的Michael Jordan 两位选手身高虽然一样 但照惯例 没有人在B台上可以赢过John Jones 上帝妇女的身体条件 84.5寸 全方位型 不论对手要站着玩 坐着玩 还是趴着玩 通通陪你玩 这样听起来 两位选手赛前实力是不是有一点差距 没错 不论从身体条件 战绩来看 John Jones就是UFC最强的男人 泡浮泡排名第一 然而这段比赛也有变数 就如同前面介绍的 Rails近来UFC目前只打了六场比赛 其中五场第一回合就终结了对手 相比其他排名选手 他的资料太少了 从现阶段分析 只能判断他也是前期爆发力强的重炮型选手 并且有不错的降服能力 但这个量级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类型 事实上John Jones已经解决了非常多重炮无名的好手 也跟角力冠军DC大战了两次 就因为John Jones清光很少的整个量级 已经没有对手打了 才让Rails能这么快挑战冠军 这个赛前资料太少 可能就是爆人的机会 Rails还有没有没拿出来的王牌 是比赛看点之一 同样的体能部分也是观察重点 如果Rails真的如分析一样是爆发型选手 那他前期如果不能拿下John Jones 比赛打到冠军回合 还能拥有多少体力及能量是考验部分 毕竟John Jones已经打过太多的冠军赛了 84寸的攻击范围 有重拳 有跟夜魔一样的爆血轴 会攻击对手膝盖破坏战架 Low Care Hand Care Body Shirt 主动反击都可以 战力地面全能型 输出紧凑不间断的五回合 这个大魔王跟过去所有的对手等级是完全不一样 生涯战绩24胜一败 那一败输给谁就是输给John Jones 你没听错我没口误 能够打倒他的人只有他自己 因为一个唯利从上向下的走击 而被裁判判定输掉比赛 这边稍微说一下 在综合格斗开放的打法中也有规则 不能攻击后脑勺 不能足球踢 不能戳眼 不能扯头发 不能攻击对手兄弟 不能掐喉咙 不能单手Trust Land 当然更不能双手Trust Land 从上向下的锤子走击也是违规之一 简单讲对到他 就是相信好教练团制定的战术 毕竟条件上是绝对没优势 也不能奢望他曝露什么弱点让你趁虚而入 只能全力以赴 全伤高老坚俱滑 不会将情绪展现在脸上 上一战对战雷声锤 打完赛后才发现 原来John Jones脚也跟着受伤 生涯不败超新星First UFC联盟第一人 赛情预设大概是John Jones17 Rare13 当然不是每一场比赛 一定都要视君利敌才好看 暴冷也是运动赛事 让人着迷的一部分 就像我看梅威射的比赛 也不是想要看他赢 而是想看他的脸 他妈的给我碰一次拳击擂台 当年巅峰时期的GSP 也曾暴冷输掉冠军 GSP是谁 他是UFC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 久度未免冠冠军 跟美国队长对打过的男人 小英梦寐以求的梦幻对手 这么强这么怪物的冠军 都会爆人被击倒了 如果你是小英的粉丝 那本周日这场比赛你一定更要看 小英的目标其中一项 就是想成为Powerful Pop排名第一的选手 然而只要有John Jones在 他就只能排在第二 小英刚来到UFC时 John Jones就已经是冠军 那是个UFC还没有Conor McGregor 还没有女子量级 林苏豪还没红 Rabon Jones还没拿到冠军 复仇者联盟还没集结 送葬者Rustle Media连胜级 还没被中断的时代 而现在2020年 当年其他量级的冠军 早就通通换人了 而John Jones依旧是冠军 论资历 论未免次数 论统资历 小英距离第一 前面根本挡了一道 巨大难以超越的高楼大厦 但只要John Jones本周输掉比赛 小英成为Powerful Pop第一 世界最强的选手的机会就大了 而除了这场轻重量级冠军战 本周其他比赛的阵容也相当精彩 反而听到Shangshango也要出来为名腰带 你可以叫她子弹姐 她的比赛相当精彩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选手 超人拳 转身边拳 UFC 238上 以及震惊全场的Handcare 她是跟Armanda Lunas这位女子双冠王 对战两次都打满比赛的实力派冠军 Armanda Lunas可说是历史上最可怕的女选手 过去对战Ronda Rousey 机械扑等传奇冠军 都是一回合秒杀 而重量级中炮手Derry Lewis也会出赛 UFC 229的一拳逆转 大家是否还记忆犹新 一拳下去随时能终结比赛 对手面对他甚至不能冒然上前追击 相较于上个月的UFC 246 UFC 247更是诚意满满 毕竟就算一手烂牌 但压轴在这皇上归来 大家照样买单 票房照样好 你能拿我怎么样 而继皇上之后 UFC最强男人即将出动 两场冠军腰带赛绝对不容错过